经常在网上购义的同学可能有一个深深的感受,那就是旋风包邮成为商家,吸引人们的重要举措之一。 众多商家都直接在页面标记着顺风包邮的字样,以展示自己最大的诚意,而如果是一般价格不贵的商品,那么不好意思,你只能享受四通一达的包邮服务,享用顺风,没问题,只要补预费就行。 商家是对利润,服务等之间的平衡把握最好的,当然也最能反映出他们的态度和认知,欲四通一达,深通,圆通,中通,灰通,均达相比。 顺风的快递服务最好,业务水平最专业,当然更重要的是,顺风也是最快的。 这样一来,顺风就成为快递中标杆斑的存在,而这一点,先别提我们的主观体验,仅仅是这些快递官网上,就展现出极大差异。 另外一点都说顺风费用比别家贵,但是其实在一些偏远地区,顺风反而比如今其他主流快递费用更低,意在顺风APP为例选择深圳到北京计划键,打开运费时效查询。 不仅能选择深圳,北京的每个区,甚至还能选择细时到每天每个小时的季节时间,最终出现的结果,是标快递速度仅仅一天就能到达。 如果图便宜采用顺风特费,则是在两天内到达,特别是由近往偏远地区、新疆,或是东北黑龙江山等三四线城市,顺风特费只要18元。 并且在市中上的收费也比一般快递更为合理,可以选择0.5公斤,蓄增。 而中通和元通等基本是20元,炒重后都是按金收费,且收费也比顺风更高。 以逼着此前邮寄到新疆乌鲁木齐天山的物品2.5公斤为例,顺风特费只要35元,而中通和元通的报价都超过了50元以上。 而在中通官网同样打开运费时效查询,则没有。此外网上报价也比实际上门快递员收费要贵,正常快递发外省都是12元首重,而且也不能选择时间,也没有细致到每个小时的选项。 配送时间,如果是按预估运费,来算是20元,比顺风特费还贵两人。 至于其他快递的表现,也与中通差不多,这就让人很词异了,为何顺风的服务那么贴心,且速度更是堪称神速。 我认为,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顺风采用了支援模式,而其他快递采用的是加摩模式,目前遍布全国大大小小的顺风门店,都是顺风自由的。 这样就意味着,顺风完全能够把控旗下快递流程,掌控配送速度,游望各个节点并提升服务质量。 但是其他快递一般采用的是加摩模式,旗下的各个快递点,其实都是加摩商。 这样虽然能降低快递企业总部的成本投入,但却难以对快递环节,进行全面把控,中间出现摩扬工等浪费时间的事儿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 其实还我想说一点的是,顺风不管是自己付运费,还是对方付运费,价格都是一样的。 但是其他快递如果采用到付的话,比自己付运费的价格要高得多,毕竟自己寄建的地点,要留下一份利润。 此外,顺风还不断构建航空货运体系。 早在2009年底,顺风航空就开始正式运营,当时顺风购买了两架飞机,成为第一家拥有自己飞机的中国运营快递企业。 而到现在,顺风已经拥有了45架全货飞机,这样的实力,在国内快递领域是属一属二的。 这样看来,顺风的速度快不是没有原因的,地上跑的,肯定比不过天上飞的。 其实我平时就挺喜欢用顺风的,价格虽然略贵一点,但体验真的相当棒。 当然,如果是退货的话,还是会选择其他快递,反正时下,服务等都无所谓,就图一个便宜。 科技新发现康斯坦丁文,CM的变责声明,本来自腾讯新闻和古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